是什么原因 等一个温文意压的网络写手 每日都疯疯癫癫地自言自语 是什么原因 等他经常厚着皮皮 要皮皮摸一些东西他才开心 是什么原因 这个男人带着四个大脊雷雷 去和公园管理员阿伯过不去 是道德的伦爽 还是人性的扭曲 本故事与大家呈现出 主人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深陷其中的 第六十一章 魔界入侵 当我和主持人一起来到台前的时候 现场所有观众全部都拍了烂掌 掌声长达五分钟那么久 主持人用最夸张的语调说 哇哇哇哇 欣廷强带给我们一场视角的盛宴 我不敢说 以后还会不会看到比这个更精彩的节目 但是我绝对保证 以前一定没有 哈哈 继地打人牙较远 他吃了我支烟 赞我起身 特别出力 黄一三面无表情地在台上 主持人问他 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黄一三淡淡眼地说 好神奇 而且我可以和大家作证 我是没有吊威也的 主持人笑着阻止他 不用解释了 我们都知道魔术是假的 黄一三很认真地说 我们真的没有吊威也的 我感觉 就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托上天 主持人继续打断他说 下面我们有请评委点评 镜头集中在中北陆的身上 这个阿伯好像神游太空 旁边的演艺表演艺术家 撞一撞他 小声地说 阿钟奴 是你说 哦哦哦哦哦 中北陆这个时候 才回神过来 他对着麦头说 我变了一世魔术 都没见过这样变魔术的 你假如 我被殷廷强的表演 落个结论的话 我觉得他是出猫 此言一出 下面观众哗言 中北陆继续说 但是 魔术恐白了 就是一门作弊的艺术 只要你看不出他怎么作弊的话 他就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是一个伟大的魔术师 殷廷强选手 就是这样的魔术师了 哈哈哈哈 听懂掌声啊各位 那个在中北陆旁边的评委 笑咪咪的说 我还想跟你说你的表演 开始我还觉得你的表演存在问题 但是回过头过来想 这个很可能就是你的特色 我们都很惹烦 那些所谓的魔术师 卖了半日关子 都不拿干货出来 看你方便 你是赢了的了 你保持下去了 第三个评委 是那个某某个星 他的存在 就是以外行体验的角度 去批判吐槽的选手 你现在他的面容有点哀伤的说 唉 我什么都不想说了 过了今晚你做红过我 我才不敢得罪你 旁边的主持人小声和我说 我们今期节目呢 半个月之后才播的 你再过十几天凡人的生活 最后 中国集计团团长说 我想问个问题 最后一个节目 你们排练过没有 我和黄一三一对视 一起摇一摇头 那个团长说 没错了 这个才是让我最感动的一点 对手成为朋友 你们的配合 简直是天衣无逢 诛乱逼合 我们这个节目叫做 杂摩大拼盘 今天 你们的表现完美地体现了这个节目的宗旨 人家在这里赞恩廷强 我就要对黄一三说 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集计团 今年世界集计表演赛 我希望你代表我们中国参赛 当然 前提 是要你项头答应才行 黄一三凹了一下 立即热泪延康地说 我愿意 我愿意 就在这个时候 全场响起颠狗不惜的掌声 黄一三静悄悄跟我说 多谢你啊兄弟 主持人大声叫 好了 今晚的比赛部分到此为止 天国是半军 我相信大家心里面已经有数了 下面 让我们进行评委打分环节 首先 请评委 为黄一三选手打分 黄一三刺之后的计分牌 不断跳 最后 定格了在98分 主持人很吃屈地说 好强的实力啊 来说 心死了 小心了 轮到 和我打分的时候 那些评委很默契的同时比赛满分 我最后的得分是100分 全场观众起立鼓掌 就这样节目已经拍完了 主持人留下观众 好拍几个镜头 其他人就可以退场了 走到后台的时候 全体选手同样用掌声对我表示祝贺 打豁王一三在来 他们今天遇到史上最强的对手 亦都受到比其他淘汰选手更加多的关注 比赛就是这样 不一定要赢 有时候输在最正确的地方 和最正确的时间 亦都比杀出一条血路效果更加好 我挥挥手和大家质疑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 看着其他人在收拾东西 我没什么收拾 我就说那我走了 下一场比赛是半决赛的胜质 时间就是明天 到时候 我就和节目选出来的五强同台PK 再选出两名优胜者 和另外一组五强 选出来的两名优胜者 争夺最后冠军 等我在后台还没走到停车场的时候 拍暗之中突然有个身影一下拉着我 你去哪里 我吓了一跳 借着停车场的灯光师 发现面前的一个老坑 再仔细看 哦哦 就是刚刚那个魔术师老前辈 中北陆 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哎 嚇死人吗 我还以为是谁 原来中老师 中北陆有点不高兴 我刚才不是叫你节目过了之后等下我吗 哦 哦 你又有什么事啊 哎 不怪得我 我还以为你刚刚是说客套话 原来你这么认真的 中北陆把我拉到一边 他说 你是哪位前辈的高徒啊 我侧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原来他想问我和谁学魔术啊 我言之我 我没有师傅的 中北陆很难相信我说的话 他说 智学成才 呃 算是啦 中北陆断言地说 没可能的 他望一望雷洞斌 似乎又不知那些懂得摩術 然后又心藏不露的人 他摆着摆着说 既然你不想说就算了 我再问你一件事啊 大便金鱼的时候 你是用什么道具的 呃 诶 老老实实 我真的没用道具啊 中北陆说 我知道 这个是业内的大计 絕對不是等你白白說的 我拿一門魔術跟你換 怎樣啊 大便觀音 你以前看過吧 我偏偏看過頭 好似看過 大便觀音 就是前一段時間 零操一時的著名魔術 由國內頂級魔術師 劉小剛表演 我記得一個具體內容就是 在空闊的地方那裏 放一磚三層那麼高的觀音像 魔術師就坐直升飛機 就把一塊巨大的紅木布 覆蓋在觀音的身上 十幾秒之後 再揭開那塊紅布 然後那個觀音像就不亦而非了 這個是我們中國魔術史上 押金為止 規模最大的戶外魔術 也是唯一可以跟那個 大衛高柏飛相比美的高端的魔術 劉小剛以前 亦都只能夠是一個一流的魔術師 但是經過這個魔術之後 就一舉奠定了自己 在中國魔術第一人的地位 中北陸說 我拿大便觀音和你換 那個魔術是我發明的 哦是呀我想一下就明白了 劉小剛就是中北陸的親存弟子 想不到這個老伯 都這麼老了 竟然還可以發明出這麼厲害的魔術 中北陸的眼神好癡熱 好狂熱地說 怎樣啊怎樣啊 只要你答應我 你教給我聽大便金魚的秘訣 我就教你 怎麼玩大便觀音的秘訣 你還年輕啊 真的需要這麼大型的魔術 跟你奠定明星啊 我就純屬好奇心 你放心啊 我絕對不會說給其他人聽的 這個秘密 我一定會爛在我土埔裡面的 我聽到面前這個老伯 這樣說 心裡面感慨萬千五味雜塵 這些就是老一輩藝術家 對事業的追求啊 為了一個魔術 不適放下自己的姿態 找我們後輩還可以重禮 我如果不告訴他的話 他估計接下來幾年都睡得不穩定 我爛爛的頭 呃其實你沒太過當真 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障眼法來的 中北陸說 不是宮殿後影嘛 誒 其實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魚缸和魚都是假的 是用雷射燈打出來的 啊 啊 啊 是假的 我立刻順著他去意講下去 中北陸嘆了一口氣 他說 唉 上古魔術裡面一直有馬甲變金魚的說法 說的就是魔術師可以穿著一件馬甲變出一個瓷盆的金魚出來 我還以為這個是有事實根據 現在看來仍然只不過是一個傳說 而且現代也只有光電效應這個可以解釋得通了 這個老伯看下去真的有點失落 我嘻嘻一笑 那不符合科學根據的嘛 誰可以穿著一件馬甲就變金魚出來的呢 那這個魔術我畫多畫少都了解一些 幾乎就是表演者追著馬甲馬垮 而且確實變回去的難度 遠遠高於變出來的難度 就正是因為這樣 所以才成為一個傳統而經典的項目 一般的解釋就是 魔術師將魚缸藏在大腿瓷裏面 他們魔術的行內人十分之看不起這樣的操作 但是行外永遠都不知道裏面的真相 中北陸的頭話說 魔術行到今天為止 難免有高科技還有光電效應且相關系 這個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你們年輕一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呀 來呀我跟你說下我的大便觀音啦 我立即擺手說 這個你自己保留吧 我學過來就不太好了 浪費了好東西啦 中北陸陸大隻眼說 你真是不想學嗎 不想 我知道你有什麼用 難道我真的去搞個觀音像嗎 我真的沒那麼多時間了 中北陸想都想不到 我這麼直接拒絕了他 他自己也有人舉起手指公說 好 有骨氣 年輕可惠 他話風一轉就說 那我也不可以白白聽了你的秘密 我給你兩個建議 大便金魚是傳統魔術裏面 最有魅力的 好像你剛剛這樣變的效果不是最好的 你要在表演上下的功夫 如果不是的話 很容易被人看出你是假的 還有 這些經典魔術 之所以久經不須 不是因為他本身好看 而是因為 很多入門的觀眾 希望你在多次表演的過程之中 窺探出你的秘密 所以 你沒必要每次都搞些新花樣出來的 適當地重複 反而會等到別人更加有興趣 我一下拉住老伯 好興奮地說 嘿呀 興奮一直說 升讀十年輸啊 那當然啦 我正在為 如何籌備新的節目而頭痛 老伯這句說話說到合情合理 我愛頭難了 回到家的時候 已經是半夜三更 我一進門口的時候 拿渣就問 怎麼樣啊 天急娃娃大聲喊 就等你半個月之後重返天界啦 拿渣好興奮地說 哎呀 這樣就太好了 呂動筆說 但是我們送你上去不是為了等你再次被打下來的哦 你需要好好利用這段時間好好地想一想遇敵之賊 拿渣點一點頭 她說 我已經有方向了 但是不知道可不可以走得通 我非常之感興趣說 啊 那你打算怎麼做啊 拿渣說 物理學上面有兩個概念 一個是力的互相作用 一個是共振 我的設想是 你用這兩個概念 重新武裝我的乾坤圈 這家 我已經根據重量和體積 計算出乾坤圈的密度 我一聽 頭都大了 起勢的橫抹的手 你到底想怎樣啊 拿渣已經陷入了狂熱的構想之中 她繼續自己說 在九重天的引力之下 加上我的法力 利用速度和乾坤圈本身的特質 如果力量使用恰當的話 我可以等她在物質之內發生共振 我開她 喂 停停停停 這個班級考38名的哥哥仔 你跟我說物理學 你直接跟我說 你最終想達成什麼的效果就可以了 拿渣一字一句地說 簡而言之 如果我這套理論成立的話 我的乾坤圈就可以變成無數的乾坤圈 到時 成千上萬的乾坤圈打出去 任它是神 是妖是魔 全部都無所遁形 我聽到她這樣說 跟呂洞斌相嘗一笑 然後一起說 聽不懂 拿渣繼續好興奮地說 不明白緊要 我明白就可以了 呂洞斌說 我相信她 我說 睡覺 好 第二天中午 就在我開著電腦隨意地衝浪的時候 看看可不可以創新幾個魔術節目 劉魯陸那邊打電話過來 叫我趕快去她那裡一躺 我說 什麼事啊 好急的事啊 劉魯陸也沒有說那麼多 然後繼續說 帶我女兒過來 不要掛念她 當我帶著呂洞斌和劉小陸 來到他們的垃圾大院的時候 劉魯陸已經擺好桌面 切開了西瓜 她那張桌子四周圍擺著一個倒扣著的垃圾桶 當是那些小椅子 我率先走進大院 然後對著呂洞斌一指 這位是斌哥 你們應該認識吧 劉魯陸很熱情地說 啊 阿雷你都來了 坐啊坐啊 這裡不用拘束啊 哈哈哈哈 這裡環境是幾特別的 呂洞斌坐下 阿雷和劉魯陸打了個招呼 他們兩個人就開始召西瓜 劉小陸一來到 即時捐入他老爸的懷抱裡 喊了一聲 阿爹 而劉魯陸呢 就眼凍張西望 啊 嗯 比以前啊 快點去吃西瓜 劉小陸挖了他老爸一眼 然後就跟呂洞斌 劉魯陸他們一起吃西瓜 劉魯陸拉向外邊說 劉魯陸拉向外邊說 劉小 你遲真是大嬌獲啦 喂喂喂 你別嚇我啊 四大天王和你的女兒 跌下來的時候 都沒見過你這樣說的 劉魯陸說 劉魯陸他 我深視為螢蟻喝一 jam 劉魯陸折起 då 劉魯陸打起 劉魯陸 Claro 劉魯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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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妙魯陸 拜拜